这是国民党的噩梦时刻 短短142天 台湾大军全面崩溃 大好形势一去不复返 1949年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连取胜 这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战决胜负已分 一边是解放军的攻势 一边是下野的呼声 在内外夹击之下 蒋介石落荒而逃 将台湾作为退身之所 可实际上撤退台湾 并非蒋介石一人的决定 而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这个人是谁 台湾又为何而胜出呢 百度搜索蒋介石了解更多历史内容 点个三连马上开讲 事实上早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 国民党已然出现衰败之势 蒋介石一边与解放军周旋 一边也在悄悄准备退路 别看偌大的一个中国 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 当时能留给蒋介石的选择 其实所剩不多 一个是西南地区 一个是海南岛 第三个才是台湾岛 国民党上下众说纷纭 甚至就连蒋介石本人 也迟迟拿不定主意 直到一个叫张其云的人出面 一语定下乾坤 而也正是他的这个建议 让宝岛开启了长达74年的 慢慢回家路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 张其云没有军权 也毫无战警 单单因为一身的文学和智慧 当上了蒋介石的重要幕僚 国民党的军机大臣 他凭借着对中国地理学 和历史学的多年研究 敏锐的指出了三个备选地 各自的优劣之处 首先是以属地为中心的西南 在军事地理上一手难攻 不是为一个好去处 即便未来再与不测 还能将境外的缅甸 作为最后的退路 可张其云却直言不妥 因为自从广州失守后 国民党当局已经迁往重庆成都 而西南地区军阀势力混乱 解放军攻势猛烈 国民党恐怕难以招架 在张其云的建议下 海岛无疑是国民党的最佳选择 当时解放军的空军海军力量几乎为零 而海阔浪高的岛屿 恰好可以暂时阻挡住 解放军乘胜追击的步伐 海南和台湾虽然都与中国内陆隔海相望 可二者相较之下 海南的穷中海峡过于狭窄 一旦日后再起战争 面对日渐强大的解放军武装力量 国民党可能会重蹈覆辙 在连连否决掉西南海南两地后 张其云将目光投向了最后一个选择 台湾 除了天然的地理优势之外 台湾物产丰富 气候事宜 还有日剧时代留下的工业经济基础 完全能满足国民党大军的生活需求 更重要的是 经过多年的殖民和侵占 台湾地区并没有本土政权 由于距离阻隔 消息闭则 相比于对共产党的知之甚少 他们依然停留在南京政府时期 因此国民党无需浪费一兵一组 就可直接入住台湾 尽管蒋介石仍抱有幻想 但随着三大战役的败退 彻底断送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希望 只好无奈做出退守台湾省的决定 时至今日 台湾与大陆依然隔海相望 但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不会太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留言 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